那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希望呢 车格能够再比A-Class 再稍微大一点点 可是以相近的价格带来说 你还有什么样特别的选择呢 像来自于日系豪华品牌的 Lexus ES 就是一个非常超值的选择 对不对 智希 没错 观影 基本上我们讲到这种 好入手的豪华放车 这个就一定要谈到它的CP值 但以A-Class 其实我认同爱达所讲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它并不算是一台 真的是好入手的房车 为什么 因为当然以它的欧系 德国车的一个身份来说 确实已经算是 入门车型来说很棒的表现 对 而且加上它是品牌的光环 对 没错 三芒星的光环 但是如果你把目光 放到日系的车款上 日系有豪华品牌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Lexus的ES 其实它是真正的CP值 很高很高的车款 对 以相同的 就是相近的价格带 如果我们说一百六十几万的话 就可以入手 ES 没错 这台车在18年的时候上市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市场上有一个 还蛮通俗的话 就是167万买ES 它最入门的 因为它推出了ES200 是2.0升自然进气的 入门的车型 它当时开出一个很杀的售价 167万 但是在2020年是 更杀了 它全车系只涨1万块 但是多了全套的LSS Plus系统 也就是说 对 DRCC全速域的跟车 车道的便宜防止 主动式的刹车 以及Apple CarPlay 还有自动停车的辅助系统 通通都在全车系上面标配 那涨1万块 所以目前你买到最便宜的 就ES200 是168万 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比较特别提供观众朋友 另外一种动力的选择 它是ES300H 油电的 那在这个车型上 今天是最旗舰的车型 所以它售价是236万 大概破200万一点点 所以大家在这个价格带 就会开始考虑到很多的车型 因为基本上 其实刚讲到的 宾市的C-Class BMW很多的车款都可以买到 那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一台呢 首先我觉得很大一个重点 ES一向是 家庭房车的一个代表 也就是说它的尺码比较大 其实它的车长有4975mm 快5米了 5米 很长 已经可以媲美大型房车那种感觉 对 其实它的尺码 比E-Class还有5系列 都还要来得大 也就是说呢 在这样的格局的营造下面 它的空间表现很好 而且它的车格呢 其实你看起来就会感觉 感觉比较大气一点点 对 当然尤其它的新世代的造型呢 我觉得上一代的ES 是比较多人会去诟病 可能觉得长得比较 没有那么运动感啦什么的 但是新的ES 我相信它在造型上 算是比较可以被大家接受 因为它融合了很多 这种仿锤型啦 运动化的元素 那健行的全LED日行灯等等 这些元素加起来 我觉得车型上 即便是这种家庭大房车 也会比较年轻化 比较动感 那当然它的 我们刚刚讲它这个动力呢 我必须说它是新世代的一个油店 和大家以前所知道的 可能300H啦 就我那台车嘛 那些动力呢 它又算是世代再新一点 这个好处是 它的动力的衔接更顺畅 而且油耗的表现 以及它的传输的这个顺畅性啦 承受的质感都表现得更好 但是马力稍微小了一点点 纵效是218匹 但是以这个尺码的车型来说 我觉得破200匹绝对是够用的 那接下来呢 冠宇我们还是要不免俗的 请你上车一下 进到车 我现在看到 基本上它的后照镜 是我很喜欢的style 双色吗 对双色之外呢 它的造型啊 感觉就是更加有运动化 比较动感一点 对对对 那一般人为什么会买这种 日系品牌的豪华 就是最主要就是它所有 好像你认为该有的东西 它都有了 其实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ES300H的旗舰版 不是试驾 我们看了这台车 那基本上就像关于说 所有的配备 包含了驾驶座的座椅 当然是真皮的 全车都是真皮的搭配 但是它的调整 电动调整又更多 总共有10项 它是一个进阶的配置 那包含像是前方 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 上面ACC内的功能都可以操作 对没错 那个来自于LFA的 循迹防滑的开关 还有驾驶模式的切换 以及前方书位标板 抬头显示器 中控台上面 比较大尺寸的荧幕 都是在高阶车型上的 一个标准配备 那以这个内装的格局来说 基本上 和入门的ES200 就是168万的车型 你看上去 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差异 只是可能一些 试板上面的不同 对 其实主要是配备 可能荧幕小一点点 没有抬头显示器 或者是不是配 那个Mark and Levinson 对不是Mark and Levinson的音响 但是基本上 怪你做进来还是会觉得 如果168万可以买到 这个内装的铺层 是不是感觉CV是很高 对啊 所以ES其实卖得很好 加上其实 它这个日式的 这个造车工艺来说 是非常符合 我们东方人的身形的 对 所以你用车起来 你驾驭起来 你也会觉得是 很好上手的 对没错 怪你讲得很对 而且在这个车型上 我觉得比较大的特点是 基本上它前座和后座 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该怎么讲均衡 因为你现在做前座 对不对 它的配备感觉很丰富 内装的材质的运用 你摸起来豪华度很好 但是在后座也有一些玄机 关于我们 现在我把它调整到 我这样算是我的驾驶座姿 然后我到后座去 好 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之前有听人家说 其实ES的车型 很适合做后座买家 就是也可以充当后座买家的车况 有 好 首先关于你觉得空间怎么样 好大 空间很大 对 而且真的有后座买家的 那个豪华的程度 你看前面是我的驾驶座姿 不用量 太远了 好远 真的 然后刀跨了这个 像中间的中央扶手 它有很多控制的键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基本上不论你在双B 或是其他的一些豪华品牌上面 这个价位带 不要说这个价位带好了 这个极具的这种车型 你基本上很少找到能够 这么照顾后座乘坐者的一些配备 首先关于你右手放的中央扶手 里面有非常多的配备 首先 多媒体的调整 音响 空调 通通可以 而且关于手指摸的地方 还有座椅的电动调整 有耶 你的后座椅背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对 因为 而且它的范围还蛮广的 对不对 有有有 这比较挺一点 然后我稍微再往下移一点点 它就比较弹 对 这真的很像大老板做的耶 对不对 那也因为这个点呢 所以其实有一些些人就觉得 夜子好像就是放得太大 所以会不会我开车开起来有点像司机 有点像给后座买家做的一个车款 但是我相信 看起来不会耶 我相信会买到这个极具 你可能是希望可以两用 就是我可能平常是自己开 但是我可能有一些客户来的时候 我也可以让他们享受到 这个车的一些豪华的一些质感 那讲到这个ES 我觉得刚刚可以补充一些 我个人觉得算是这个车的一些小缺点 首先第一就是 毕竟它的油电系统都是2.5升的 所以它在税金的极具上比较吃亏 比较吃亏 但是如果你要买到一样的配备 你也有汽油版的 就是ES的250 但是同样是超过2,400的极具 所以也是税金吃亏 那你如果买ES200 基本上它就是到200万内的车型 它的配备就没有这么的丰富 那再来就是 因为它是采用全新GAK的平台 不是GAL 所以是前驱的 相比可能E-Class 5系列 它的操控性就没有来得这么好 因为毕竟尺码这么大 你看新的BMW E系列 或是旁边賓士的A-Class 它虽然前驱 但是尺码小 所以操控性还可以兼顾到 以这么大台车 而且车重又重 我觉得在操控性上 很多人说可能这个 相同于TNGA的这个平台 新世代操控怎样怎样 但是我必须说在ES上 其实并不存在太多的操控的乐趣 所以这也是没有export的车型 基本上会买像Lexus这类车型 他们就是喜欢它 在行路的过程当中就舒适 你不要说它有什么操控性 就舒适 安全 就这样子 就够了 对 没错 所以观众朋友看完了 譬如说以相近的价格带 一百六十几万 你可以入手A-Class 你也可以入手这个ES 但是在动力性能上面 甚至于在油耗的表现上面 我们当然要请昆诚哥 帮大家好好分析 这关也没错 我觉得现在这两部车这样要来选 我觉得真的是 这样是有点以大欺小还是什么 还是说很难选择 比较难选择 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分开来讲好了 以像我们今天讲的Lexus ES 我觉得 当然我们如果以价位来讲 一个是180、190 当然价位是很相当的 但是你看一个是 这个大概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大概中小型 一个四门房车 那这个ES的话 应该是中大型的一个四门房车 那我们先看动力一下好了 像Benz的A-210电 它是用1.4的四缸涡轮增压 那这个普遍 现在用的是欧洲的一个主流 欧洲主流就是 downsizing 一个比较小排量的涡轮增压 然后有一个不错的马力输出 然后ES用的是什么 用当然 当家自己招牌的油电 对 那在A-210电 它用1.4的七速自首排 我觉得这个自首排 我觉得这个就是双力热器的自首排 对 所以它可以弥补 稍稍弥补这种排气量 小排气量的一个缺点 那其实整个开下来 像你看它是163匹 那163匹 那163匹 我们要看它的转速输出 大概是大概5000多转 5000多转 163匹出 那25.5公斤米 这个最大流利 它在1000多转 一直到3000多转 这一段扭力 就是我们常常讲 是市区 公直扭力就可以 最常开的扭 最常开的范围 它是最好的一个输出 所以你在市区开这部车 开起来 我都觉得完全 你如果没有跟你讲1.4 你会感觉不太有 它是1.4的 所以很顺畅 非常顺畅 那第一 中转的一个切换 非常线性 然后动力输出表现也都非常好 那当然我觉得最主要 那你说1.4 有没有什么毛病 但有啊 你在高转的时候 拉到高转的时候 它毕竟是小排量 所以它马力输 就有点开始变弱了 这是它在动力输出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看那个ES300 它也是2.5四缸的hybrid 那2.5四缸 我觉得它这个 它输出有218匹的 这个是中效马力 中效马力 结合那个电动马达 那218匹的输出的一个范围带 也是在5000多转 跟这个A200 差不多的一个 那个输出的范围带 那22.5公斤米 它在大概将近四千转才要22.5公斤 所以我觉得像开这样的一个自然 四缸自然进气搭配 那个电动马达的一个 它整个动力的表现 它又加上它搭配的是CVT无段变速 它整个动力表现是很顺畅很平顺 而且如果当它用在四区慢慢开的时候 它用电池 它几乎等于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再加上Lazos 它强调它很厉害的是 就是它的车舱竞速性 车舱竞速性就像引擎的安静 那整个车舱感觉真的 你好像与世隔绝 对 所以Lazos有这个强项 然后整个 尤其我这边要提的是 像ES300 它的市区有大概30公里 因为可以有一些时候是纯电 所以它这么大型的一部车 它的油耗可以有将近四区 30公里表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它在四区也会占了一些便宜 那如果以整个比较 比较动力跟扭力 还有它的排气量 还有它的排气量的话 A200它是属于小排量 所以它在排到虽然较会有节省到 但是像这个300H 那油电混的 虽然是2.5升的 它排到虽然较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在油耗上会再赢回来 那整个package这样包装下 我觉得Lessus有点 它CP值真的很高 CP值非常非常高 我也觉得有点像什么 像我们在跑货公司买的那个服袋 但是这个服袋是那种高级精品 推出的服袋 它里面的东西是配到 对对对 它也不是乱给你的 就是乱塞的 所以我觉得ES有给人 给人家这种感觉 那A200呢 A200也不是说 我觉得A200是Mercy Bass 它又运用它的品牌高度 品牌的一个知名度 它的那种无可敌的那种精品魅力 它在这个集剧里面推出 虽然你说相较于隔壁这部190万 你就觉得它CP值好像很差 但是我觉得A class在内装的 给人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它很年轻化 很时尚的feel 所以我觉得两个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选择 因为毕竟两个车款的造车工艺 还有他们就是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都不太一样 那观众朋友我们帮大家比较 这些都不是入门的车款 因为入门车款 他们的价格差不多都是 一百六十几万左右 那我们今天拿出来的这个 包括A200 还有Lexus ES300H 这个豪华版可以说是 这个Hybrid车款里面最入门的 所以他们中间相差了10万的价差 我们下次见 对到他的静界里 那么面料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来